嘿我在發現場 丹龍聲音直擊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陳豐德 听眾應該知道說 豐德我還有一個身份 是社會記者 其實跑過的大案 說實在並不是很多 那從節目主持 從第一季到現在第二季 四十幾集了 講述過我主跑的案件 還真的也沒有幾件 原因之一也是因為自己太嫩了 接手過的案子並不多 但說實在的 也不是說沒有什麼大案 我處理的並不是說沒有什麼大案 有幾個案子 到現在真的也是印象滿深的 所以我覺得說 或許有機會的話 可以談談看一些自己跑的案件 透過我的視角補足 可以讓案件聽起來比較不一樣 這一集就想要這樣子 來嘗試看看 從一個比較 不是那麼複雜的案子 開始說起 先這裡消消消消這集的來賓 是新北市林口分局的民治所 尋佐 石春吉 初號石頭 石頭哥好 柏德哥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石頭哥你自己在 我們在刑事的偵查上 或者是這種專案 一般命案的這種偵查上 我們會有一個怎樣的分工嗎 比如說誰比較負責哪一方面 誰比較專長在哪一方面 會有這樣子嗎 當然警察在辦案的時候 通稱是警察都是一樣 可是還是有專精 像有的人就比較會突破犯險的心房 有這種人喔 有 很厲害 有的人就很厲害 像我是比較著重於監視器調閱 監視器調閱也是一門功夫是不是 監視器調閱 其實監視器調閱 簡單講沒有像你想像中 就一隻調過一隻 要調之前你要想說 為什麼要調 調的是什麼 所以我有時候跟學弟講說 我們調的不是監視器 我們調是什麼 我們是調對案件的感覺 感覺對的 方向對的 就對了 就會破了 就中了 對 那到底是什麼 調我們是什麼案件的感覺 就是對這個案件的判斷跟理解嗎 對 像簡單講說 比方說像我們等一下要討論案件 他犯險從哪邊進來這個案件發現場 從右邊進來 然後右邊出去 還是從右邊進來到左邊出去 它代表的意思也不一樣 所以可能一個監視器裡面看到的畫面 就會有很多裡面的細節就對了 對 因為像現在主要 我們講究的是科技偵查 對 加上說台灣的監視器 其實是蠻普遍的 所以在整個犯罪的一些偵查上 監視器的調閱 其實是現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對 那其實在整個派出所 各派出所裡面 好像都會有這樣的專精人物嗎 有 一個派出所 都會有一兩個專門在調監視器 專門的 專門 對 專門在對付一些來偷東西的 平常就要開始訓練他們 如果萬一發生個重大案件刑案的時候 那就是很好用 了解 這一集案發現場要談的就是 石頭哥在2018年 在新北市新莊分局服務的時候 所承辦的一起命案 而被害者當時的慘狀 風得我也印象深刻 直到現在都還烙印在我的腦海當中 2018年7月26號晚上7點多 新北市消防局先接到了一起破門案件 一名理性男子回家的時候發現 家裡面的門怎麼被反鎖鎖住了 怎麼樣都打不開 那時候狀況是怎麼樣 石頭哥 那時候他報案人直接 報案人打電話 他先自己開門開不進去 案件也沒有人回應 他想說怎麼回事 然後他就直接叫開鎖的開 他開鎖開不了 然後他就通報消防隊跟我們警方去現場 破門 進去的時候才發現說 在合適的時候 他媽媽還有他的姐姐 都被眼睛 嘴巴 手腳都被交帶 在繩子綁著 而且媽媽已經是過世了 現場就判斷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沒有了 對 然後所以 好 一下子訊息含量有點大 所以你們接到報案的時候 是轉報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的狀況了是不是 對 那你是馬上到現場嗎 當時的狀況 當時馬上當然是馬上被通知回去 要開始成立專案小組 來追棄犯險 去的時候當然都會開始想 想說他從裡面反鎖 反鎖不是我們常在日本看的 柯蘭一樣 密室殺人案一樣 他真的是反鎖 內門插起來這樣 反鎖 所以我們想說這是什麼案子 他是我們第一個想法是未踩 從外力進去的 那怎麼從裡面鎖起來 從什麼地方進去 他人呢 他犯險跑去哪裡 一下子就很多想法跑出來了 對 好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這一個 兩名 就是被捆綁在家裡面的人 因為我們先講一般大眾對於 聽眾對於這種 在家裡面被捆綁會有什麼樣的原因嗎 基本上一定不是為了仇 就是為了財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先講仇家 可能第一個可能性 是仇家找上門 對不對 比如說仇家找上門 然後把你捆起來 可能是要言行逼供 然後或者是要給你一個教訓 第二個可能就是為了財 可能為了財是像什麼樣的狀況 像這一件的話 因為我們進去的時候 因為他抽屜是有被翻動的 翻亂的狀態 然後又翻版 所以說財殺的機會是佔 基本上是9成以上 現場判斷可能是為了財 因為現場有翻動的痕跡 感覺有被找過一些財物 我們先講一下 整個時間序好了 當時現場的死者 我們先稱他為李媽媽好了 李媽媽 包含他的另外一個被捆綁的 我們稱他為三女兒 這是兩個人 李媽媽媽其實已經高齡90歲了 然後這個三女兒也67歲 那你們 你當時有到現場去嗎 有 你有去現場 那你看到裡面的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的 裡面其實我們去的時候 因為救人第一 然後稍微看一下 在河寺裡面 冷氣是開著 因為救人第一 而且救人第一的情況下 我們就要趕快退出來 封鎖現場 要給監視進去了 可是初步聽消防隊 因為消防隊會講會回報 所以進去的時候 其實全部的兩個李媽媽 及三女兒 他們是被棉被蓋起來的 所以消防隊剛進去的時候 是從棉被堆裡面 找到死者跟三女兒的 他們被包起來 蓋起來 因為他是坐在椅子上被捆綁 腳踝都被膠帶綁起來 往後躺 然後棉被是直接蓋在他們身上的 所以說消防隊是從棉被堆裡面 找到聲音 去救那個三女兒的 小兒子原本要進去開門 發現門鎖打不開 然後才通知鎖匠要過來開門 可是鎖匠一般不會輕易開門 尤其是這種案件可能 所以連同消防隊 也有一起過來是嗎 對 因為鎖匠 他如果針對我們一般門的內鎖 就是你從裡面反鎖的 像旅館那種反鎖的 一般如果沒有 是打不開的 一定要破壞 要破壞就對了 所以說他才通知消防隊跟 消防隊也一起過來了 所以才知道說是裡面內鎖被鎖上 他們兩個人 一個是李媽媽 一個是三女兒 可為什麼只有李媽媽死了 三女兒他呢 李媽媽其實兩個現傳的狀態 李媽媽脖子多了銅菌繩 而且他不只銅菌繩 銅菌繩外在透明膠帶再上去 還有在捆透明膠帶 對 所以說李媽媽跟三女兒 就差在說一個有脖子 有多一個勒的動作 可是三女兒沒有 三女兒就眼睛 手 嘴巴 腳踝 這都是一樣的 他們兩個人就被控制在 合適的兩張椅子上 然後是一個呈現怎樣的姿勢 呈現就是椅子往後躺 往後躺一個往後這樣子 然後腳踝 手都是被膠帶綁起來 往後躺是椅子倒下來的嗎 不是 椅子就往後躺 我又躺著這樣 他們兩個坐在椅子上 然後往後靠著的 然後可能腳也綁在椅子上 手也被綁在椅子上 然後他們身上還有被怎麼樣 比如說眼睛也蒙上了 眼睛也是用毛巾 毛巾外面在捆膠帶 嘴巴像王者的話 他是嘴巴被塞毛巾 然後外面在捆膠帶 耳朵呢 耳朵也有這樣 耳朵他是用耳塞 用耳塞把它塞起來 所以他看不到不能講話 也聽不到的一個狀態 這個控制的非常徹底 這感覺不太像是一個人 能夠做到的事情 沒有錯 假如說我一個人今天進去闖空門 我要把兩個人做到這樣的控制 不太容易 沒有錯 並不太容易 所以你們當下有研判 這可能是一個集團性的行動 是不是 當下馬上就要開專案會議 就是想說他竟然要控制兩個 雖然是老太太的 那會沒有聲響嗎 而且他那個不是 他是普通的公寓 普通的公寓 你只要稍微隔壁在看電視 也都聽得到聲音 為什麼沒有聲音 沒有爭吵 沒有聲音 他為什麼有辦法 讓他兩個這樣制服 可能是手法 你們有一些猜想就對了 一開始我是認為 有可能是進到屋內 偷東西私風 然後把他捆綁 然後討意 一開始的想法單純就是這樣 也感覺比較符合現場看到的東西 對 沒錯 好 我們先講一下 現場的這一個人 死者是你媽媽 現場就已經沒有了氣息 所以沒有送醫 這個三女兒 我們進去以後發現他還有氣息 是嗎 對 他有聲音 他是森林的聲音 所以消防隊馬上就給他送醫了 他其實已經昏迷加一點意識 還有啦 有一點點意識 還可以 對 OK 可是有的聲音 那代表說可能還 意識上可能還是有的 所以還沒有完全的昏倒這樣子 那被送往醫院急救治療 所以當時還沒有先等他回報 或許他醒來的時候 會講出一些關鍵的線索出來 但是當時他還在送醫過程 你們也沒辦法去問他 我們專案小組 就是先直接偵辦的 對 好 那當時那一晚 我也接到了消息 那一晚我在新北市消防局跟刁文 我不知道 可能聽眾們有去聽 廷陶案件的話 會知道說刁文是哪一位 是我同事 新北市消防局有健身房 他喜歡在那邊寫完稿之後 會去那邊也一起健身一下 然後是器材放著也是浪費 然後也會去那邊一起使用一下 然後跟那邊的學長也互相交流一下 那一天我剛好去 然後他說可以帶我去練一下 因為刁文很壯 他練得很壯 然後我記得我們那天就練了一下子 練到晚上 然後練得很累之後 我就看到了訊息 好像是消防局 應該是消防的有通報吧 還是我忘記了 我忘記消息來源是怎麼樣 就講說有發生一起這樣的案件 然後破門進去之後發現一個人是沒有了呼吸的 然後一個人是還有意識的 沒有意識 但是還有呼吸 然後被送往醫院來急救 然後兩個人進去的時候發現都是被捆綁起來的 那我也馬上把消息回報了這個公司 我一開始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所以後來想一想越想越不對 覺得這個案子好像有點大 這感覺不去一下不行 所以我就馬上從新美食消防局 馬上騎車騎車 就飆到了新莊的現場 到了時候其實有幾個同業檔 SNG車也急要到了 然後有一些同業已經在現場 開始做一些訪問了這樣子 好 那到了之後 我就開始去問了一些當時的鄰居 因為整個社區都封鎖了 對 整個社區 那一個社區是從外面就開始封鎖了 那我在外面就開始進行一些採訪跟問鄰居 然後一些拍攝跟觀察 現場我們先聊一下裡面好了 我外面看到的東西很有限 主要看石頭哥那邊補足 裡面進去裡面除了有發現這些 財務有被翻找的痕跡 櫃子有被打開 然後有些捆綁之外 還有沒有發現什麼樣的激震 其實他進去後 他那個房圈的格局 房屋的格局很簡單 他是有陽台的 陽台進去後 然後左邊客廳 然後進去後一個小走廊 小走廊會有盒室 他冷氣室打開的狀態 然後棉被都蓋著 他想說他裡面繁鎖 其實我當下就是開始問學弟跟見識 他要從哪裡出去 因為他想說如果是我 我會從哪裡出去 因為是二樓 我一定從後面出去 所以說他那個時候 後面有一個小門 可是他竟然也是有帶上鎖起來的 有一個小門 就是一般逃生的門 逃生的門 是要有鑰匙才可以出去的 也是鎖起來的 也是關起來的 他想說 從這裡出去了 應該是從這裡 我那時候想說 怎麼都鎖起來了 人到底從哪裡出去 所以說那個時候 一開始頭也是很痛 所以有可能從那邊逃生 然後逃生完之後 再把門鎖起來 有這種可能性嗎 你們那時候覺得 所以說我們那時候也都在想說 如果他真的要鎖起來 他要有鑰匙 那就是有可能是家裡面的人 也有可能是鑰匙 原本就放在花斧旁邊 很多人鑰匙都放在鞋櫃鑰匙 因為緊急逃生的時候 要用的時候才能夠打開 所以也有這個可能性 不能排除就對了 好 那這個現場判斷 明顯是一個強盜 應該是強盜案件 對 強盜案件 有強制力就強 應該是強盜案件 不是一般的這種偷竊案 那應該也不是這種為了醜 因為現場財務有反找的痕跡 除非有可能是真的是尋仇 然後可能把現場佈置成 這種強盜案 也有這種可能性 可能要干擾你們辦案 干擾檢方辦案 對 也有這個可能性 好 你們有去訪問附近的鄰居嗎 其實當下第一時間 真的附近的鄰居 我們真的一個都碰不了 因為外面都記者 所以說他們也都在訪我們 那時候真的是每個門都是關的緊緊的 他還是怕被記者訪問 然後所以說我們還是回歸就掉監棄 好 那我先來講一下 我那時候問到的一些鄰居他們怎麼說 其實社區的鄰居就有說 當時在案發大概一個月前 那一戶人家就有發生過兩起大門門 所被快竿封起來的一個案件 應該是附近 不只他那一家而已 就是有連續兩件發生過 所以店面鄰居有說 當時以為只是孩童在玩鬧 可能屁孩就是故意無聊 那種快幹或什麼 你就要把人家的家裡面的門鎖 給他封起來 所以他沒有多加注意 然後可能有報案說 警方當時也還沒有抓到人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 鄰居還有說 這個死者還有提到有一個孫子 跟他一起住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們一家人 其實除了李媽媽之外 還有這個三姐之外 還有一個孫子跟他一起住 那可能他的小兒子 不定時的會來探望一下 大概是這樣的 另外還有一個鄰居 就是這個理髮店的老闆 也跟記者說 他記得說中午的時候 有去跟這個李媽媽 去他們家裡面借針線 因為可能要縫補東西 所以就有去借了一個針線 當時進去家裡面的時候 有看到李媽媽跟一個赤裸上半身的男子 在講話 而且感覺就是現場氣氛蠻詭訣的 蠻嚴肅的一個狀態 就是並不是氣氛非常好的 那直到因為中午屆的 直到下午三點他用完之後 去了客廳的時候發現他還在講 而且氣氛一樣不是很好 沒有想到過不了幾小時之後 就被發現 這個李媽媽跟這個三姐 就被捆綁在家裡面 所以覺得這個人可能很有嫌疑 怎麼會在家裡面 然後跟他談話 而且氣氛不是很好 但是這個鄰居不知道說 那一個人是誰 OK 鄰居還有提到一點 這個三姐其實行動不太方便 有這樣的狀況嗎 三姐是有一點中風 走路是一百一百 還不至於到不能走 所以說他們被捆在裡面的情況下 這鄰居講的沒有錯 他們其實那個小孫子 他們說孫子 對他們講 因為年紀差蠻多的 所以當初是我們鎖定一個 蠻重要的目標 因為人也不在現場 這個孫子是誰 你們當時了解 孫子我們馬上就詢問一下 他報案人 李四合就是老太太的小兒子 他說孫子就是他以前的朋友 他以前在公廟認識的一個朋友 他說他知道說他家境 他爸爸 他知道這個朋友 像林昆豐這個孫子 平常就是在做宮廟的 然後在做雞桶 小時候就在做了 他說小時候人家就叫他 小師父 然後跟他爸爸的關係不好 因為他爸爸跟他 爸媽是離婚的狀態的情況下 跟他爸爸關係不是很好 所以他從小就缺乏了家庭的照顧 而且他覺得他會變壞的情況下 他想說他媽媽年紀大了 沒有人照顧 就好心收養他回到家裡 你說這個李媽媽好心收養他嗎 還是這個小兒子 小兒子帶回來給李媽媽認識 李媽媽也是真的就把他 因為李媽媽已經生9個小孩了 沒差這個 他生高的 所以說就收他為 意思也是甘兒子這樣子 其實甘兒子就在家住了 再一住就14年了 就住在那邊14年了 14年 所以可能在鄰居看起來 他就很像是李媽媽的孫子一樣 有年紀來看 名字叫做林昆豐 是34歲 其實他在家裡面住了14年之久 這個小兒子有講到 林昆豐平常在家裡面 跟家裡面的狀況怎麼樣嗎 他家人也是有講 他說林昆豐就是很懶惰 然後就是常常他們有發生一些 如果像如果三姐 三女兒有交代說 他去繳一些牌照稅 有一次就發生說 繳他牌照稅7000塊 給他去繳 過一陣子怎麼收到監禮戰的吹繳 然後他就再拿一次7000塊給他 一樣沒有拿去繳 陸陸續續也常常在後期 常常會有家裡的錢財 會有不見的狀態 所以說他們開始也對他有一點顧忌 顧忌 就是說在家裡這麼久 總不可能是我跟我媽偷東西 然後三個娶一個一定娶你 所以說他已經開始有在對他講說 你手腳不乾淨 要不要搬出去了 所以這樣聽起來 一開始這樣側面場 動機是有的 動機方面是有的 那你們現場有找到林昆鋒嗎 案發現場沒有看到林昆鋒 林昆鋒不知道已經跑去哪裡了 那小兒子有打電話聯繫他嗎 有打電話跟他講 他說媽媽已經死掉了 他就已經掛完電話就走了 就馬上掛電話 他當作沒事他掛完電話 可是大家也在找他 因為他平常就住這裡的人 怎麼會突然有事情 趕快馬上回來才對 怎麼會消失 可是目前還是都人家講 還沒有證據 對 所以這一部分感覺林昆鋒 有高度的嫌疑 感覺或許整個命案會 或是整個強盜案會跟他有關係 其實當時家屬也有說 林昆鋒雖然在家裡面後吃懶做 但是跟家裡面的關係其實還不錯 然後你媽媽好像也很照顧他是不是 對 我看他 因為林昆鋒是有FB 其實FB真的是很好用 就看他常常也會帶他出去 日月談都會合照 所以其實你畫面看起來 就像他的兒子孫子 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其實就是家人 就跟家人沒有錯 所以說不知道為什麼 也在想說為什麼會犯下這樣的事情 也平時沒有什麼喝酒吸毒 沒有什麼不良嗜好 可是我們來談一下小兒子好了 小兒子平常就住在那邊嗎 他怎麼突然回來 小兒子他也是住在新莊地區不遠 他平常 我有問他 他說平常都會回去看一下媽媽 畢竟小兒子都是媽媽最疼的 都平常會去看他一下 聊個天 拿個東西給他吃 所以說那天 雖然不一定是每天 所以說那天剛好去的時候 門反鎖他才發現的 他有覺得說媽媽可能出去了嗎 還是覺得說應該就在裡面 他覺得兩個電話不接 他就覺得就在裡面 他一開始應該是想 單純的想說是不是在搏倒 是怎樣 跌倒是不是有意外 趕快進去看一下 不該會有這種狀態不接電話 所以說他很著急 當天晚上其實他有一個小女兒 其實小女兒有先送晚倉過去 然後那時候有按電 你發現說奇怪怎麼沒有人一門 媽媽沒有出來開門 可能以為媽媽出去了 那說過沒多久 這個小兒子才要再來 所以時間序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覺得不對勁 通報了索江跟消防局進來破門 才看到的這整個狀況 可是我們現在林昆豐 感覺社有重險也聯繫不上 這個時候你的專長 好像就派上用場了是不是 沒有錯就換我出動了 所以說我們馬上就開始 先地形先看 我們其實很簡單 就先從看他所有出入口開始看 剛好他二樓 二樓就是案發現場的隔壁 新裝了一支監視器在樓梯口 你說隔壁一戶人家 就一般的公寓上去 不是樓梯上去兩戶 用背樓推那樣兩戶 剛好他隔壁在他的門上面 裝了一支監視器 新裝的 剛裝沒多久 三天左右 三天到七天而已 所以說我們當然是看這一支 看有沒有人出入 對 看的話開始 就從開始 阿嬤什麼時候回家開始 我們就從外面開始看 阿嬤幾點回家 是不是可以自己走 有沒有人壓殺回家 然後我們今天一看 他自己回家的 然後還有一個鄰居幫他提一個菜籃 因為幫他提菜 一早有去買菜 買菜走路都很正常 而且他走路的速度 以90歲來算蠻快的 其實說你說他身體好不好 我是覺得他身體還很好 然後就慢慢的看 就看到說 有看到說林昆豐 幾點出門 幾點進去 進去後 後面就發現說 有看到幾個不認識的人 有進去到房間裡面 就那個屋子裡面 進去後沒有出來 只有林昆豐從那個門出來 從大門出來 對 其他兩個不見了 那個時候我們開始就是 初步認定 這三個就是我們要追的人了 就從這邊開始 好 所以現在確定了林昆豐 跟他們是帶幾個人進去 你們看監視器 監視器很明顯就是三個人 三個人嗎 對 三個人 就是三個人從 可能林昆豐出去之後 帶了另外兩個人 回來他的家裡面 過了一陣子之後 林昆豐離開了 然後兩個人卻沒有出來 沒有出來 而且這個時候小兒子 最後小兒子來按電鈴的時候 都還沒出來 我們就覺得奇怪 人到底跑去哪裡 就開始從外面的監視器看 真的好指不指 還是有一支 你說屋外的電視器是不是 對 公家的還是有一支 看到防火象 他們從防火象走出來 那兩個人 一起從防火象裡面走出來 兩個人 對 可是他們怎麼會從防火象走出來 這有點奇怪 不是大門沒有嗎 所以說我的猜想 我的猜想是 他當初應該是 他還沒有處理好這兩個老太太 然後小兒子按電鈴了 他驚慌要跑了 對 才從後門跑掉 所以我們前面有提到說 他後面有一個安全門 逃生門 對 可是不是鎖上的嗎 所以說我們在最後 我們在查到他們的時候 發現他們有打了三支鑰匙 後門的鑰匙 一人有一支 一人有一支那個鑰匙 所以他們基本上就根本就準備好了 所以基本上就能夠確定是他們三個人 一起犯下這個案子的 對 你們看電視器 看這兩個人 你們當時知道他身份了嗎 當時還不知道身份 可是我們監視器還是有看到一個 蠻關鍵的畫面 因為樓梯間監視器真的蠻清楚的 我們看到 竟然有人拿通軍神給林昆豐 我們阿嬤也是被通軍神綁住的 對 那這幾個不是犯險 那誰是犯險 基本上能夠很確定 林昆豐跟這另外兩個人 一就是犯險了 對 那現在怎麼做追查 就是說我們還是 先看他們跑去哪裡 就看發現說 林昆豐後面 監視器他是有載著 我看他有載著張宥和 張宥和在討逸 所以說我們就沿路的慢慢追 這樣下去 你說有看到林昆豐 他們有先到了一個地方集合 還是怎麼樣 還是他們就直接 離開了這個案發現場之後 就直接騎車要往南下討逸 這是我們後面追才知道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這個基地台還來不及 所以說我們就突發開始追 他們人到底是誰 騎什麼交通工具 後面才發現說 有兩台摩托車 一台是林昆豐起的 另外一台是另外一個犯險 叫做彭一號 彭一號放完案後 我們就知道他身份了 因為跟他車連結了 所以我們第一個抓到的 就是彭一號 因為他後面就回家了 才知道說他們原來 他們逃逸犯案後 有先去一個旅館 先討論要怎麼樣善後的 可能討論說 該怎麼樣處理就對了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是已經 我們先不知道他們在那邊幹嘛 反正他們那時候 先去了一個旅館 你們當時就先突發令 根據這個車子 他們是騎機車 林昆豐的機車 然後一路往南下 不知道要去哪邊 你們怎麼去追他們 後面其實他 我們用緊急的狀態下 後面我們嚴重懷疑是林昆豐 然後我們就開始一樣 先定他手機的定位了 他手機定位 他其實都沒開機 可是突然一開機的時候 是出現在台中南投 台中南投 而且那個時候我們幾點了 晚上應該是12點多 11點多 然後我們看到他 又為之興奮 怎麼突然有信號了 對 人在南投 然後我們就整群人 加偵察隊應該有八九個人 一路就三台車要下去抓他了 結果台北下到南投 真的還蠻遠的 要三小時左右 所以我們到大概台中 4左右的時候 手機關機了 訊號突然沒了 對 知道他關機了 然後你知道 藍投 下去藍投還要一個小時 一小時都跑很遠了 關機那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是心涼了一半 我們就說 嗨 我們要去哪裡找他 就是大海撈針了 怎麼辦 然後我們都不管 就只衝 繼續去 只衝到藍投的 最後關機的定位去看看 就摸摸看 到底他來這邊幹嘛 再想一下 對 結果這邊 就在藍投分局附近 藍投分局附近 那我們就是好吧 那我們就看說 這方圓500公尺 是不是有旅館 我們就看到旅館 真的有一家 就只有一家 只有一家旅館 對 還好只有一家 然後呢 然後就去旅館 我們就抱著去看看的心態 因為其實關機 你也不知道他要跑去哪裡了 對 結果竟然看到林昆豐的摩托車 就停在旅館的外面 他們停在旅館的外面 然後登記的是林又和 張又和 就是另外一個要載的人的名字 所以說我們就知道 他在幾號房的房間裡面 我們就直接敲門衝進去 他們當時在裡面狀況是怎麼樣的 他們在吃泡麵 然後一樣林昆豐應該是習慣性的 他都會不穿善衣 他平常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進去衝進去 就問他說 你知道什麼事情嗎 他就說我知道 他就直接 然後開始金子錢都拿出來了 所以他可能在家裡面把 你們當下感覺他是 可能把自己的 受不了他的阿嬤殺掉了之後 然後拿了這些錢財 然後攬下到那邊去逃亡 是不是 對 我們當下是覺得 當然動機 我們還是要抓到他才會知道 還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殺害一個 跟你同住14年 14年算起來應該是5100多天 你說怎麼會沒有感情 你怎麼痛了一下手去殺死一個阿嬤 90多歲的阿嬤 在照顧你 他們照顧他 對 他真的很大 而且他是連食宿都不用錢 住跟吃飯都不用錢 所以說這個也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他怎麼回答 其實他都一直說對不起 他一直在說對不起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他也不知道 你們也不知道當下他 為什麼他要幹這些事情 當然後面抓到他的時候 他有說 他有說因為不滿 阿嬤一直練他 一直練他 然後懷疑他偷東西 懷疑他A錢 然後有想要把他趕出去的意識 當然就像問得說得很像 就請神龍去送神籃 你都已經等他請到裡面14年了 對 現在把他送走 籃 很困難 所以說應該是有這個深恨的感覺 當時你們問林昆豐的時候 他是說他為什麼要逃亡 其實林昆豐當然是事蹟敗落後 他開始要逃亡 因為他另外一個女兒 有打電話給他說 你怎麼不在家裡 然後他其實有警覺 而且他又看新聞 還有他應該講說阿嬤死掉了 他覺得事蹟敗落了 所以說他要逃亡 可是如果我看現場 還有他們三個人的感覺 林昆豐應該是一開始 他想要感覺讓你事不關己了 就是說他串通兩個犯賢 張宥和跟彭一浩進來的時候 就是為了 為什麼他要遮他眼睛 為什麼他要遮他耳朵 不要讓他聽到 其實他就是一個完整的 叫奇妙奇打破壞 叫外面的人來洗劫 對 我們家裡的人 可是後面是因為三女兒 他嘴巴也蠻硬的 他不願意透露金融卡的密碼 然後林昆豐後面他就是有出生 他有認出來是他 後面有醒來的時候 他們有認出是林昆豐 聽到聲音就知道是林昆豐了 對 他認出到他們中間也是有 這等於也事蹟敗露了 知道原本想要裝作是自己 跟自己無關 找兩個不認識的人來洗劫 阿嬤跟三女兒 後來被認出來之後 他就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是不是 他們的整個犯罪的過程是怎麼樣的 犯罪過程 他們迷婚後 林昆豐就馬上打電話給張宥和他們 然後就進來了 他們進來後就開始捆綁 用綁的繩子跟膠帶 就把他們兩個綁在椅子上面 這時候他們兩個 阿嬤跟三女兒已經不省人事了 這時候昏迷狀態 他就開始搜刮 他們就開始搜刮東西 這個時候突然 那個王者老太太他有掙脫 他手有掙脫起來 掙脫起來 他就把嘴巴東西給你拿出來 他就開始罵 你知道老飛亞罵人也是威力很強的 對 讓人家罵起來不留情面 所以說他就看到林昆豐 你怎麼做這種事情 他有看到林昆豐 對 他有看到林昆豐 所以說林昆豐後面的人 就趕快再把他綁起來 這次綁得又更狠了 就綁得比較緊了一點是不是 對 就緊了 然後也把他的眼睛 什麼的嘴巴都在封緊了 就再一層 再用紅色膠帶再一層 再捆一層就對了 再捆一層 OK 後來就繼續把財物都收刮完就對了 對 財物收刮完 後來怎麼林昆豐先走 你們看歇視器是林昆豐先走嗎 對 林昆豐先走 所以說是不是林昆豐的想法是想要說 是不是把他塑造成是被外力侵入 然後強盜的案件 他是會不會就單純想說 會不會有機會他可以逃得掉 然後警方沒有追到這兩個 也沒追到他 他可以回復一樣的生活 可是不太合理 他都被認出來了 所以說我的判斷 他們不單只是要被認出來了 所以說也是要給他們死了 對不對 因為已經被發現 事蹟敗露 所以說他想要 也是要一個滅口的感覺 感覺想要滅口 要不然他不用蓋棉被 蓋兩層 棉被再開冷氣 就是要延緩你們發現的時候 越久越好 可能是避免濕臭味散出去 才有這樣的行為 那事後他們兩個人是怎麼 從後面的窗戶逃亡就對了 這個逃生窗去逃亡 然後盤爬下去 其實這一段 我自己後續在採訪的時候 我還有自己爬過一次 你有爬過嗎 那段你有去看嗎 我沒有去爬 我有看而已 我沒有爬 對 你是從屋子裡面看嗎 我是從防火箱看 防火箱看 因為那時候是 我忘記是從哪一台先開始 還是哪一家有寫到這一段 那個時候我就跟著幾個同業 然後我們就去防火箱裡面 走到有一個梯子 可以爬上去屋簷 這個屋簷又可以往裡面走 走到他們家外面 這個過程 其實是蠻簡單的一個過程 而且我想他們 可能都計劃好怎麼逃了 因為他有一個梯子就放在那邊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難度的 整個逃生過程我想 非常容易 包含他們都有準備好這個鑰匙的 那後面他們 這個林昆豐你覺得他有悔意嗎 林昆豐其實你看他第一個在逮捕的時候 他就一直說對不起 你說他有悔意嗎 我覺得他竟然放下不可原諒的罪行 我覺得他單純的道歉 是我沒辦法接受的 那你們把他 他自己說 他犯案完之後 然後往南投那邊逃逸 騎車逃逸的時候 他還說有騎到嘉義的時候 還有去一個供奉二郎神的救世宮 去那邊去向鄉 然後還說那個時候跟神明說 那個阿嬤收留他那麼多年 他實在不應該犯下這種大錯 這是他說的 他這第一個說法 然後後面也說 這隻落網之後也不斷的說對不起 對不起 對著媒體對著鏡頭說對不起 然後感覺好像很有悔意 感覺好像很有悔意 第三點他還說 他自己說 他後面有說是為什麼要幫他蓋被子 他自己有講這段嗎 有啊 他說是怕吹冷氣阿嬤太冷 對啊 所以說 所以你那時候不太相信他這個說法 不太相信 對 他說阿嬤太冷 所以幫他把這個被子蓋好 對 然後把冷氣開強一點 這樣子 然後 是他的說法 他的說法 其他兩個人當時有講說 他們也是犯案 他們有說是故意要把這個阿嬤給摟死嗎 他當然在筆錄上人跑就跑 他當然是說 沒有我們只是要錢而已 我怎麼可能把阿嬤殺掉 我們只是把他綁住 哪知道後面他就沒有呼吸 可是老太太後面有一個 脖子有一個明顯的勒痕 然後據我們調查是因為 他中間有起來 他醒過來罵人 所以說這一段時間 應該是他決定要把他殺掉的時候 對啦 你說請他控制他 還是說請他不要動配合 幹嘛要綁脖子 他同軍神是繞在脖子上 而且外面還附一個膠帶 膠帶在一層 所以阿嬤嘴巴又含著毛巾 又膠帶眼睛 他怎麼呼吸 90多歲的阿嬤受不了 他受不了這種 可是如果真的要殺阿嬤的話 怎麼不連三女兒也一起殺 其實他應該是 我覺得林昆峰最後不是跑出去嗎 有可能他是去找東西還是準備東西 他當然不講 對 後面的時候要準備應該也是一不做二不休了 要處理了 可是剛好 我覺得這個時候剛好他小兒子跟他女兒來了 所以計劃變了 計劃變了他們財產後面討逸 了解 所以說當然這個他不會承認 他承認他就那個 可能後面的審判上 就會往新度更重的那邊去走了 其實林昆峰是在宮廟當機頭 然後因此這樣子認識的小兒子 然後李阿嬤才這樣收留他 沒有想到竟然犯下這一種事 到了法院要去審理的時候 法院也說他們其實他們到了法院的時候說 他們當天是用開始餵奶這四個字 作為行動開始的代號 然後才犯下了這一連串的案子 一審的時候認為三個人都犯下這種強盜故意殺人罪 但是認為三個人都蠻有悔意的 因此不判死刑 宣告無期徒刑 並且持奪公權終身 到了二神的時候 也認為林昆峰跟你阿嬤 住在一起十多年 而且互相照顧 就像阿嬤跟孫子一樣這種感情 竟然因為缺錢花用 就火同這種外人來犯下這個案子 而且三個人都算是青壯年 因為服用安眠藥之後陷入昏迷 導致了林阿嬤發生死亡 覺得這個罪行不算輕 而且還讓家屬承受失去輕的這種痛苦 因此二審一樣判三個人 無期徒刑 但到最高院之後 決定要發回更審 更一審重新審理的一些市政 他們認為說下午4點的時候 彭毅浩因為有事曾經離開過 這個案發的現場房屋 之後林昆峰去了河市之外的一些房間 去搜尋提款卡 獨自是張又和留在河市裡面 繼續的去追問提款卡的密碼 過程當中一度甦醒的阿嬤 有去罵他們 張又和是說他當時 因為心生不悅 聽得不是很開心 因此把彭毅浩原本捆綁在阿嬤的頸部的同軍繩 把他纏繞給他拉緊 因為原本是彭毅浩負責來捆綁阿嬤的 他把這個空軍繩給拉緊 還拿膠帶捆綁長繞 並且用手捂住了阿嬤的嘴巴 導致阿嬤因為這樣子 法院認為 因為這樣子才導致了阿嬤的 外力的一些壓迫 膠帶纏繞 導致他阻斷了他頸部的血管 因此缺氧窒息死亡 張又和他知道了阿嬤的死亡之後 並沒有告訴林昆峰 就是林昆峰當時在可能其他房間在搜刮財物 還有後面回來的彭毅浩 他也沒有告訴他 林昆峰開庭的時候也說 我離開的時候阿嬤還活著 在我離開之前他們都還是還可以講話的 他還有說把我放開 他有想過這樣的話 彭毅浩也說照片上後面阿嬤的捆綁方式 跟我當初綁的不一樣 脖子部分是完全沒有 他那時候是沒有繩子的 他當時綁的方法不會熱到脖子 綁的時候他有預留一點空間 鬆鬆的 如果他用力拉的話 因為椅子後面橫桿有一個繩子 用力大的話 他連接橫桿的繩子會拉緊 但是你如果不掙扎的話 他其實是不會有什麼生命的危害的 這個是彭毅浩的說法 說他跟他綁的不太一樣 所以法官最後審酌了這些證據之後 認為是張又和 涉犯了強盜殺害的李阿嬤 手段惡劣而且惡性重大 導致了李阿嬤的死亡 雖然事後有對李嘉仁道歉 並表示後悔 但他仍然否認有殺害李阿嬤 張又和只承認到前面的說 有把神結有綁緊這一部分而已 但是他否認有把李阿嬤給殺害 所以他因此仍然判張又和無期徒刑 而林昆豐跟彭毅浩 他們則因為涉犯結夥強盜罪 改判了林昆豐12年徒刑 彭毅浩11年 但最高法院在2021年2月的時候 認為這個案子還有一些證據 沒有調查沒有詳盡 以及可能有些理由不太完備 因此第二次又再發回更神 案件到我們錄製這一集的時候 人在審理當中 我是認為說他其實一開始就是要製造一個外力的強盜案 然後把全身而退 讓他們可以完全免去這個刑責 然後自己可能之後回到家裡面之後說 你們怎麼這樣了 然後但是明顯失敗 失敗 失敗之後他們才又規劃了後續的這個案件 因為計畫一直趕不上變化 趕不上變化 他又變成要一個整個殺人案 對 那到底是不是林昆豐所殺的 還是整個事情真的如他所說 他只是想要把他塌他人把這個棉被蓋上 是不是真的像他講的這樣子 其實事情的真相或許比較難去獲得一個解答了 也請聽眾們再去持續鎖定看看 我們這邊也比較難去告訴大家一個明確的事實 或許法院審理的結果也不是一個事實 也不一定 也謝謝石頭哥在這個案件裡面 對的分享 很謝謝鳳凰哥 謝謝這個聽眾 是 好 那聽眾們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到臉書以及Instagram搜尋 我在案發現場就可以追蹤我們 掌握更多案件消息 也可以跟鳳凰聊聊給我們敬意